今晚的ET个股推介是汇丰5号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选原因是 加息周期利好 五家上本港经济今年预料明显反弹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测 全年实质增长介乎3.5%至5.5% 本港银行股未来两年 盈利前景清晰 大型银行看好汇丰 汇丰日前公布业绩 去年列涨基准 随税前利润是175亿美元 按年跌7% 因为录得预期信贷选失提拨 剩36亿美元 但盈利表现仍处于预期上限 淨利息收益率升0.28% 百分点到1.48% 综合市场最新预测 今年将会进一步扩阔到1.71% 策略上汇丰星期三收报60.65 短期可能会跟随大小回吐 建议等候今星期低位57元水平级纳 目标价参考大行平均值68元 跌穿52元就减迟